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党和国家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那么受据国家要走法治的道路 立马就面对了一个问题 就是党的领导和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 当中国开始决定走法治道路的时候 这一开始提出这个概念叫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依法治国 这样一来 中国共产党它是不是在法治的框架里面呢 这就是个问题了 所以在2011年呢 前卫人大 他宣布中国特的社会局法律体系 已经完成的时候 实际上那个时候 还没有说到这个党规 因为那个时候 是认为 中国特的社会局的法治 依法治国 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依法治国 但在习近平的时代来临之后 习近平非常强调 是全面依法治国 那么既然是全面依法治国 我们说 那中国共产党要不要在法治的框架里面 实际上 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解决了 也正在这个背景上 我们说 社会局的法治 才开始走上了 正道了 那么这个问题 它非常突出 也就是什么 老百姓经常说的 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那么党大还是法大呢 我记得 这个日本巨华大使馆政务参赞 叶宇春 他访问我的时候 他说 柯老师 这我看了你的文章之后 我对社会局法治 非常感兴趣 我就直接问你核心问题 你说是党大还是法大 他是个伪命体 这个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 不是已经回答了吗 他说 我还是有点不太理解 因为习近平总书记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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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伪命体 为什么是伪命体 因为中国共产党 它是一个组织 而法律 它是一个规则 说两个不同的东西 你怎么会比较大响 是吧 我们说 这个回答 非常睿智 但接着 习近平又说了一句话 他说 传大 还是法大 是个真命体 我们可以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的这个逻辑 进一步来问一下 因为这个船 它实际上 是一种力量 那这个 法 它也是 是一个规则 那么这两个东西 怎么比较大小 是吧 我们可以进一步去问 核心问题在于 你这个船 是来自于法律 还是来自于别的地方 一个来自于法律 它毫无疑问 那法比船大 对吧 关键是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 这个船 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党中央 来自于 这个各级党委 你比如说 这个共检法 他 定了案 他现在判某个人 这个比如说 十年徒刑 但现在 党委经跟研究 觉得这个判刑太重 然后 以党委的名义 对吧 这个 要求 法院 改判 现在行不行 如果说不行 那么 这个时候 就实际上 公检法 就挑战了党的领导 对吧 一个行 那就是中国的法制道路 就没办法走上正道 对吧 因为你公检法 一判了之后 他这个 党委可以改判 所以 在这种背景下 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党 要不要在法的规范之下 我们说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 这些问题破题了 这个党 他也要在法的规范之下 但这个法 它不是国法 它是什么 是党规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就有一个 党规和国法 怎么协调 或者说 怎么有机统一的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难题 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 有机统一的这个难题 中华移民国务宪法第一条 明确规定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局最本质的特征 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 它不是指中国共产党执政 是中国特色社会局最本质 它是指中国的领导 这里对这个问题 实际上 我们说这几十年 对中国共产党这个性质 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因为改开放之后 我们都是 这个学习 这个以美国为代表的 西方的法治的制度 那么在学习个人中的话 就会发现西方的这个 这个资产阶级的国家的这个政党 它是指执政党和在义党之分 是吧 所以很多人 李林健 就把中国共产党就定位为什么 是执政党 那么 确定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之后 那么就有实际上立马下面一个问题就来了 他凭什么执政 是不是 那么中国共产党 如果是执政党 那可以完全按照西方的法治途律来 不管你是执政 这个 一百年 还是一万元 实际上 可以完全按西方的 这个 法治的这个原则了 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是非常要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怎么定位 是决定了 中国社会局法治 他怎么走的一个问题 习近平对这个问题 尤其重视 他就说 一个中国的法治的道路 那么否定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 那 中国 就会走向 塞网 所以 是怎么处理 党的领导 和国家 法力的基建的关系 就摆在了 社会局法治 的这个面积 那么 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首先就要对中国共产党 有个民族的定位 其实中国共产党 他首先是个领导党 这个领导党的话 最开始 他是工人阶级 领导党 因为他是 工人阶级里面 觉悟更高的 能力更强的 这个人 所组织成的一个政党 当然也可以说是 无散阶级的 一个先进的政党 他是个领导党 那么 在 共产党 领导革命 成功之后 他进了政权 这个时候 他就是一个国家的 领导党 你比中国共产党 最开始的定位是 中国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后来 再定位为 中国共产党 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再又定位为 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 所以不管 你怎么讲 这个先锋队 它实际上意味着 它是走在 全国人民的前面 实际上 也就是说 我在前面讲过的 中国共产党 它是在 德之能 是吧 这个 兼备的 这么一个政党 它是个领导党 那么这个领导党 在 最开始 它是要进行 这个 革资产阶级的命 革封建主义的命 对吧 在中国 还革帝国主义的命 所以 第二是革命党 然后 在掌握了政权之后 它就成为 唯一的 执政党 关于革命党的 这个定位 因为我们 改革命党几十年 一般不代替革命党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 在 2019年初 特别明确 把这个提出来 中国共产党 它是革命党 它是革命党 这个革命党 它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是 在举了政权之前 那些革资产阶级的命 跟封建举的命 对吧 但举了政权之后 它是自我革命 自我革命 来 赢党 受革命 这为什么 它一直是个革命党 因为 中国共产党 它只有通过 不断的自我革命 才能使得 社会与政权 慢慢的消亡 而实现什么 共产主义 尽管 我们说 这个道路很漫长 但是 共产党的性质 就是这样 既然确认 中国共产党 它是个领导党之后 那么后面的问题 就比较好解决了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 依法治国 和依规治党 有些统一 它到底怎么样的统一 请下一句 关于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 现有的法治的 这个概念框架 还是比较滞后的 你们看 这个 在2012年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 的制定条例里面 它就说 中国共产党的是党内法规 它适应什么 党然和党组织 我们说 这时候 叫党内法规 它是名副其实 但是在2019年的 这个 它对这个条例 进行了修订 修订之后 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的 党内法规 既涉及到党的建设 也涉及到党的领导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实际上就已经什么 这个 这个 名不符合了 为什么 因为党内 肯定是指党员和党组织 但问题是党的领导 这个领导关系 不止涉及到中国共产党 可涉及到被领导的 其他的民主党派 社会团体 对吧 那么这样一来 实际上这个说法 党内法规的这个说法 它就已经是名不符合了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叫党内规范性文件 因为我们现在的党的这个体系里面 它封为一个是年龄以上的党内法规 另外是叫党内规范性文件 但是在2019年 这个 之后 也就到2020年了 它在这个说法里面 发生了一个变化 就是说 它不是叫党内规范性文件 一个叫党的规范性文件 我们说 叫党的规范性文件 它是对的 因为这个规范性文件里面 不止有关于党内的 还有党与其他具体的这个关系的 这个规范性文件 这样一来 实际就提出了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法规 它是不是只有党内法规呢 我们认为 它就不是 不是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的党规 应该是包含党内法规 和党导法规 这个问题 我相信党中央 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你看 在习近平2020年 就提出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时候 就特别提到了一个问题 要推进党的领导的制度化 法治化 它就不只是党的建设的 制度化和法治化的问题了 好 请先 那么为什么 现在我们就问了 为什么会有 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一直 就是现在提出法治 到了一条党内法规 而不叫党规呢 实际上 在1938年 毛泽东 是第一次提出了 是党规概念 它不是提出党内法规的概念 你看刘少奇 在这一次会议上 已经六届六中全会 他当时也是提出了 叫党规党法的报告 并且当时通过了三个党规党法 也就是说 最初提出的是党规概念 好 我们进一步 下去 邓小平在1978年的时候 也是提出了 是党规党法的概念 尤为重要的 你看他说 他这个说得非常好的 国要有国法 党要有党规党法 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 没有党规党法 国法就很难保障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中央文件里就提出 治国必先治党 治党务必从严 从严必以法度 那么看正常 它就应该是党规和国法 对吧 是两个来治理整个国家 那么为什么 我们现在通常说的 都说叫党内法规呢 我向大家汇报一下 这几年 中国学界 对党内法规的研究 呈现出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 那么几乎所有的 这个研究中心 或者研究所 都叫党内法规研究所 唯一的 只有我们中国政法大学 是叫党规研究中心 那为什么我要 一直坚持 是党规研究中心 而不叫党内法规研究中心 这是一个 非常核心的问题 而党内法规的 它把它改成了党内法规 那么为什么 1951年 原来用的是党规的概念 为什么改为党内法规呢 这个 这个 这个历史的背景 就是说这个 为什么是这样的 因为当次人 他没有这个 这个说法 没有具体的 说为什么改了 但我们可以推断 他为什么这么改 因为1951年 是新民居主义 这个政权阶段 新民居主义政权 当时强调什么 是几个阶级 联合执政 工人阶级领导 工农联合 为基础 是几个阶级联合的政权 那么几个阶级联合的政权 当提到中国共产党的规范的时候 他就改为党内法规 我觉得 这个 是能够说的 在这个特点背景下的 这么一个说法 那么现在 我觉得不能够 再用了 而应该回到 当初毛泽东 叫做党规 和邓小平 叫做党规 党法这个概念 这里 我就明确提出 就是中国共产党规 它是分为两类 一类是要党内法规 也就是党本自身的 一个建设的规范 这个规范 仅仅是为党员和党组织 另外 还有一个叫党导法规 就是党对人民的 这个领导规范 那么我们可以举例 就是说党导法规的 这个 你得说 中国共产党的 政法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的政法 工作进行领导 那么在政法界的人 他既有党员 也有非党员 那么他就不只是 使用党员和党组织了 还有其他的 对吧 非党员和非党的这个组织 所以这一个 他实在是党导法规 再一个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 工作条例 实在也是党导法规 因为统一战线里面 是要解决 中国共产党领导 各民主党派 社会团体 这些 人民团体 以及其他的 各种组织 那么 这个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他毫无疑问 他不是党内抛规 他是党导法规 还有中国共产党的党组工作条例 党组工作条例 就解决什么呢 就是在 不是完毕说 我们举例就明白了 在国务院里面 国务院是有学领导的 实际上是国务院 有个党组领导的 那么 国务院的这个党组 领导整个国务院 那么这个国务院里面 我们知道肯定是有非党 对吧 还有 比如说 这个党组 这个领导 这个 全国人大 党组 也领导 这个高院 高检 也领导政协 那么 在这里面 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好 你问 他解决的是 党对 其他 这个 这个 就是说 非党组织的这个领导的问题 所以他也是党导法规 那么我们 非常有必要 把这个概念 从民不正言不顺 转为民正言顺 就从党内法规 到党规 而党规 就包含党内法规 和党党法规 请下一 一个说 我们解决了 这个民正言顺的这个问题 那么 整个社会局的法制的体制 就会出来了 就是 依据党内法规 来管党治党 依据党党法规 来领导国家 领导人民 依据国家法律 来治国理政 这是因为党导法规 实现了 依规治党 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我们在前面 讲党导离宪制的时候 特别强调了 社会局的宪制 社会局的法制 它是一个两层楼的结构 那么这个党导法规 就相当于是什么 这个楼梯 这就是我们来把 就是 现在的社会主义的这个法制 和这个 我们古代的 宫建局的法制 做一个对比 就能更清晰的来看待这个问题了 我们说秦和汉武啊 他建立的一种体制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呢 他这样 我们说秦始皇 他是通过用法家 用法来治老百姓 最后夺取 最后呢 灭了六国 统一了中国 在统一中国之后 他没有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 大概十五年 就灭亡了 那么在汉武地 不是在汉朝 刘邦最开始 还是考虑 到底是沿用 这个秦始皇时候的 这个制度 还是恢复到西周 就恢复到周 周朝的时候 的那种制度呢 这个最开始 就是汉初 他是采取的 就两个都 一半 就是说 既有俊宪制 又有分封制 是吧 在这个思想 观念方面 他是采取的 道家 美制 但是后来 这个 你看 这个在 就几十年之后 这个汉 汉朝 就发生了动乱 最具名的 就是七国之乱 所以到汉武地的时候 他就认识到 就是说 汉初的这个制度 他是有问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样的 把从秦以后的 这个制度 进行奠基 我们说 有个剧名的 这个 就是汉武地 与董充书的 这个三则 就是那个 质问 就是怎么解决 就是整个正传的 一个稳固的问题 但董充书啊 我觉得提的两个原则 非常之重要 第一个是什么呢 他说 屈民而升军 就所有的老百姓 还有豪民 贵族 都要听从君主 这个君主是绝对的老大 但同时这个君主的话 又要听什么 又要听天的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 人呢 是比较迷信的 最怕的就是天 他为什么要搞 这么一个原则呢 是因为你看 一个民不 一个不屈民 那么 就像这个 这个春秋 就叫战国时候那样 就是说 这些豪民 为什么 会挑战君主的 这个传令 所以这个 这个天下就大乱 所以我们屈民升军 就实现了一个 前国的统一的一个问题 但是为了统一了 在一个君主之下 另外的一个问题就发生了 因为君主为所欲为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他就想了一招了 说君主他全力已经独大了 他别的都不怕 但是他怕什么 他怕天 是不是 所以就趋于君而升天 这样一来 就正好一个是解决了 全国的大一统的 这个统一问题 第二个又解决了 君主的 这个节制的问题 那么在具体的 这个 这个治理方面 形成了一个 叫杨维德 英维行的 我们一般叫法 这叫 龙礼重法 或者说礼法 这个 并制的这么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实际上 在董聪书 在荀子 就已经提出来了 那么荀子的话 我们经常把它放到 放在这个是儒家 实际荀子 它是一个儒家和法家的一个混合体 我们知道它具名的弟子 像李斯 韩非子 都是法家的 奸基人 所以它龙礼重法 既重是礼 又重是法 我们说 礼就是上层 法就重 是什么 老百姓 那么现在 我们说 中华的新文明 我提出这个概念 叫毛泽东 习近平主义 那么这个 它怎么解决 这个 现在的整个制度的架构呢 一个是 党的全民领导 东西南北中 党的军民学 党是领导一切的 你看党 它实际上 就是 我们一个用这个结构来讲 实际上 屈民而生党 是吧 但是 现在的这个结构啊 它不 跟原来的结构 有个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什么 因为 自从科学革命之后 人民 人民的这个次举意识啊 这个觉醒啊 所以现在的 我们是强调民主 那么中国 一般强调是 人民当家做主 党 它只是一个 全面领导的 这么一个关系 这样一来 它就提出了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依法治国 然后从延治党 就全面 依规来治党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党规和国法并制的 这么一个结构 但这个党规国法并制的 这个结构啊 它跟我们 农为重法的结构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 它党 它不是执政 不是指它执政 而是指它的是 全面领导 人民 还是主人 好 等一下 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